文艾爱财经社牛郎,变住同,几天前,人人网被卖了,成一周沙游骑士的发朋友圈,创业第一天就搞,SNS20年过去,长江后浪推前浪,现在终于交接率棒了,结棒的两位同学,你们要好好干啊。 在台下,挥扫不清春的用户早已唾沫横飞,把社交做成这样,你还我人人网,除了人人网,猫铺也在成一周接手后走向衰落,老用户纷纷流失,难怪有人说,成一周并不爱社交,而是以投资人眼光,觉得他们好变现,当年月遇过教授一小心,奶茶妹妹这样流量符号的圣地,最终归于成绩, 在中国互联网,人人网几乎是一个象征,单纯的社交梦,在商业画面前布置一提,曾几何时,校内,猫铺,尖牙,淡妇,都涌动着年轻到热的灵魂,不需引导就甘愿点开陌生的名字,那是一个周鸿一能从论坛上找得起死的时代,然而随流量剧增,资本涌入,无法量化的用户情怀成了牺牲品, 至今存活的早期论坛,恰恰是最初没有一点盈利尝试,被王公全说,不从商业角度才喜欢的天涯社区,中国互联网的历史,几乎就是一部这些被遗忘产品的历史。 1997年,猫铺创立,中国互联网只有草根文化,1999年,天涯创立,开始成为雄文论战的社区。 2002年,博客中国创立,网络已清晰分出精英阶层。 2005年,博客大价爆发,大V们取代普通人占据流量高地。 2006年,牛博网创立,变成老罗门挥翅帮球的试验场。 2007年,赞否创立,成为微博产品的雏形。 在贴吧,微博这些胜利者的历史背后,人人网们也揭露着一个躁动年代。 不只是个人,整个中国互联网都在度过一个不经经计较,大家争名群雄敬起的时代。 如今,这个时代已彻底离我们远世了。 天涯,早期论台仅存说过,天涯社区是中国第一批诞生的BBS。 1999年,受自通力帮启发,行民创办了海南外线。 天涯就是下面的一个字频道,行民炒股,赶上90年代牛市,赚了钱,没有商业化压力。 它中文系出身,天涯也颇吸引自由铁手。 很快,天涯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。 在上面论战,天涯纵横是这一时期的标志。 在上面,流传的是知识分子与积极分子,本世纪最后的论战这样的文章。 后来写出50万传的宁财神,1999年就撰文,天涯这个烂地方,表达了对天涯的热爱。 2002年,慕容雪村在天涯连载小说成都,今夜请将我遗忘,阅读量超过20万次,成为网文爆款时代的前授。 2004年,天涯的用户量已增加到千万级。 在互联网实验室评选的中国BBS100厂里,天涯,网易和刘虎,创办的西茨胡同,同居中国前三。 可以说,那是个任何网民,都闪闪发光的时代。 一个陌生的网民,背后可能就是一片雄鹅,一段奇遇。 这造就了当时网民往生的热情,行民有志民言,没网恋过的人没有网感。 周红一就在《水墓清华》上,找到了后来的妻子。 可以说,天涯在许多人心目中,也是社交家媒体的角色。 2005年,宁财神和布菲言已成名。 2006年,明朝那些事,开始在天涯连载。 同时,天涯也成为一系列社会事件的发酵场所。 助力中毒,芙蓉姐姐,汤卷学历造假,都从此成为热点。 但同时,天涯也开始面临收入压力,批词胡同在2000年就被卖给一楼。 按行名的说法,卖了个极低的价格。 天涯也开始面临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的情况。 2004年,西浪和搜狐都想收购,但行名舍不得出手。 天涯也没找到特别有效的盈利模式。 王公全说过,如果不谈投资,他特别喜欢天涯。 好在2005年,天涯达到了融资。 2006年,Google中国入股天涯,并随后在首页上, 提供了天涯问答,天涯来把两个入口。 到了2008年上半年,据评明说,天涯有收入5000多万元, 已经在筹划上市。 然而天涯内部,对未来的产品定位则出现奔歧。 2009年,当Web3.0的微博诞生,开始工程掠地的时刻。 天涯还在用最早的Earth架构,正纠结要不要把技术架构推倒重来。 最关键的时候,Google中国退出了。 一步慢,步步慢,网民的舆论阵地开始转移。 天涯也从冲刺主板上市改为新三板。 2015年,天涯在新三板挂牌,固执是艺人。 行名随即辞任CEO。 有员工惋惜地说,行名对商业并不敏感,甚至有些排斥。 这是天涯社区活下来的原因,也是至今不盈利的主意。 但对老用户而言,他仍保持着最初的样子。 在中国互联网中,天涯堪称活花时,贡献了对网民的起猫,和一大笔日后成名的写手。 猫扑,中国草根摇篮,丁磊和周卓连创办网易那一年,厂商青年贤则则创办了猫扑,他网民猫扑为拖把,猫扑是阴翼。 如果放在今天,天涯肯定是不折不扣的宅男,热爱上网和打TV游戏,猫扑最初也是个游戏论坛,拥有一大批ACG的死忠本。 相比天涯早期的雄文论战,猫扑更多是灌水,是不折不扣的草根文化。 猫扑成名,是于被电脑报道,大量网民涌入猫扑,使称外星人入侵事件。 此后,猫扑开始成为综合性论坛。 2003年,大众电脑,花了七个百报道猫扑,趁其为最火爆的中文论坛。 随后,猫扑开始大次买向商业化,据大众软件报道,猫扑在能塞广告的地方一处空白不留,甚至妨碍了阅读。 这招致了老人不满,猫扑分裂成礼物和外物,独立运营。 后来成为斗鱼一姐,又被封杀的主播陈一发。 早年就有人叫他礼物女神,谈笑今满满的草根风格。 猫扑真正走向现代画馆里,是于飞翔的荷兰人世界。 当时环珠狗给热播,爱蒂飞翔的荷兰人,的用户决定蛇战群如,是似保卫小燕子赵薇的形象。 被封一个ID,他就换一个ID。 最终,猫扑开始建立会员系统。 飞翔的荷兰人也被当作拉架之父,挂水之父。 然而随流量暴涨,猫扑也面临成本问题。 2004年,猫扑卖给陈宜州的前项互动集团。 2005年,猫扑和微软的MSN中国合作,走蒙古路线,陈宜州认为这更有意流量变现。 当年,杨切的MSN深得白领喜爱,猫扑就冲当内容补充。 2006年,猫扑再次抛弃MSN,投奔习虎,陈宜州说, 下一步,猫扑将走我的空间代表的文化营销,而被白领营销。 此时,猫扑的定位已跟后来的人人网很相似。 2009年,通讯正式注册QsOnly,COM的域名,开始听空MSN同时,微博崛起,大次抢夺舆论阵地。 人人网和猫扑双双落败,在为恢复全盛时期。 有人说,陈宜州从来是一头资源,被眼光开自己的公司。 怎么挣钱怎么来? 在猫扑,校内两个社区上,陈宜州几乎从接手,就开始了大量用户流失。 直至今日,猫扑的贡献,只剩一大批草根大V。 教授一小新创办了万和天仪,娃娃娃娃成了情感明星作家。 奶茶妹妹则嫁给富豪老板,在搜狐社区挖币的2017年。 猫扑只能排到中文社区第十楼,回看当年,猫扑见证着那个人们凭清纯躁动, 就能涌现出巨大热情的时代,而草根明星的散场,也是一整个质朴的流量时代的落幕。 范否,被小新呵护的社交梦,范否是一个被小新呵护起来的社交梦想。 当年开心网聚起时,主打偷菜游戏,王兴觉得这是小把戏,不屑一顾。 然而仅几个月后,校内网的流量就被开心网翻抄,校内网向盯着社交在商界面前的残酷现实。 范否则是一个纯粹的社交梦想,尤其当美团市值三千二百亿港元时,这种对比就更加强烈了。 如今,范否已成为人们为官王老板的圣地。 他说过,如果我一整天都没看到,想到,或做过什么,值得在范否上说的是,那这一天就太浑浑噩噩噩了。 在上面,确实记录着王兴所想。 比如,美团为什么不做地图,以及美团的愿意。 Better, Life Better。 为什么诗英文,范否保持着他最初的形态,没有大V,所有人一视同仁。 杜绝广告,商业化深微,人们用范否更多是在影响几个好友,而非管而道之,人们更愿意在上面记录日常所想。 有知乎用户说,拜托是人们拉个时都要写几书感想的地方。 虽然话操,但未尝不准确。 不久前,微博宣布,被大V拉黑信言评论的人,将军平台封禁三千,微博解释说,这可以防止人们在评论里乱喷。 自己发微博是小心翼翼,然而范否并不区分原发,转发和评论,一律出现在时间线里,可以说,范否引导人们更真诚。 对此,如网创始人蓝希说过,被新浪微博教育起来的新生代用户,是理解不了范缝的,没有转发术,没有评论式的层级结构,也没有大众意义上命人和明星。 这个理想国是王兴低谷时期的产物,2006年,王兴把少奶卖给了陈一周,很不甘心,陈一周手握四千多万美元现金,王兴却连一百万美元都拿不到,他的团队七零八散,只剩慕容军。 就在这时,他跑上推特做了范否,2009年,范否已有一百多万用户,社会舆论开始在上面发酵,邓玉交事件,使手事件都在此月,让王兴管控言论,他并不情愿,下半年,一起敏感事件迫使范否彻底关停。 王兴很沮丧的说,自己在被范否和谐,和范否被和谐间做了选择。 然而关停后,范否显示出惊人的用户粘性,有人想办法,以类似船只条的方式。 在BBS上延续当年的范否社交链,在微博快速兴起,拉拢客户和企业,范否只能高看着他壮大。 后来的故事人所共知,王兴穿范美团,抽调资源重启范否,一小说此中很迅速回归,范否又变成那个不用考虑电线的社交圣地。 如今,范否上仍保留着平等,自由的氛围。 当服务器卡了,人们就爱王兴说,你又用服务器下骗了,这未尝不适应获得福。 当微博风声鹤立,商业化瓣烂,范否却因为小众,仍是那个相对自由的天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